客制化的设计 除了在硬体上量身打造之外 生活的每个细节 侯设计师都贴心地 为屋主一家人设想到了 现在就来听听看 他如何客制化屋主的生活空间 其实像侯设计师 这么资深的设计师 你的左眼点 不再是帮屋主打造出 美关且实用的住宅 而是希望说 透过设计来引导屋主 来发掘出更多有品味 有质感的生活方式 随着物质条件越来越进步 在屋主对生活上的各种所需 也要求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思维来讲的话 我们也一直在求变跟成长 因为以往的装修 都着重在我们的一个硬体的部分 我们常硬体做得很美如美奔 可是这个都是外在的一个 比较艳丽的种表情 我们会很容易忽略 内在的这种生活品质的精神层面 还有身心灵各方面的一个满足 OK 那以居家空间来说 我觉得跟我们相处时间最长 而且最亲密的应该就是床了 但是呢 喉舍知识师你有听说过 就是说因为夫妻两个人 对于床的需求不同 有些人分床税 那甚至分房税都有 对 这是我们还蛮常碰到的问题 那很多都是基于这种 夫妻的这种生活作息不一样 那其中来讲的话 又以对床垫的这种软硬度的要求 喜好不同 对 那往往会要求我们 在一个房间里面去配置两张床垫 那甚至不得已就是要做成 两房的一种功能 对 那有时候会受到 这个空间品数的限制 对 而且我觉得 夫妻不管你分床还是分房睡 长期会造成感情的种不好 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对 但我想最完美的应该就是呢 夫妻能够睡在一张床上 而且享受各自喜欢床垫的软硬度吧 那当然 因为屋主常反映这个问题 困扰他们也解释他们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难题 所以我们长期也很重视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也不断的去寻找 跟这种挑选这样的一个床垫 那我们最近还蛮欣喜落房的 怎么样 我们发现了一个台湾之光 它是台湾厂商研发出来的一个 可以完全高度客制化的 这种软硬度的床垫 而且更值得信赖的是 它在世界五十几个 获得这种先进的国家 获得专利的认真 而且在世界上很多这种 指标型的这种大赛上面 获得金牌的肯定 OK 对 那它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呢 它们的关键是来自于 它们这种动力松弹房系统的 这种设计 它比一般的独立筒 多了一组的这种支撑的弹簧 可以按照每个人的体重 跟你脊椎的弧度来做上升 下降的这种调整 而且更精密的是 它们总共有0到99 100种的这种压力的参数 可以让你来选择适合你的软硬度 OK 所以如果说左边要硬一点 右边要软硬一点 也可以这样子 对 你可以在同一张床设定 两种不同的软硬度 而且听说还有七个施压点 对 它可以按照你身体的 不同的重 施重的程度 可以去兼顾到你七个 这种释放压力的重区域 那它有另外一个 更进阶的重选择 它可以搭配APP的重软体 是 依据你每天的这种生理的需求 还有需要输压的重程度 来随时调整你的软硬度 而且我们实际的发现 这套机器在操作的过程中 也不会发生这种机器的这种生效 而且它搭配了这种天然的乳胶 还有这种克什米亚的这种羊毛 是 所以它除了精良的重功能以外 它也具有这种抗讯防慢的这种 可以提高生活品质的这种功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今天我身体可能比较累 我想要睡软一点 就可以直接调吗 对 而且它可以很适合种孕妇 还是说种正在疗养 朋友他们种不同阶段的 这种需求的这种使用 所以可以随时调整这个软硬度 再搭配上这样高科技的材质 我相信一定会大大提升 我们的睡眠品质了 对 在生活的机能上 有了贴心的客气化设计 风格上当然也要符合 全家人的喜好咯 喜欢东方味的男主人 遇上喜欢辛苦点的女主人 家的样子会怎么样呈现呢 听说今天的这个男女屋主 除了这个床的软硬度 喜好不同之外 就连风格也是喜好不同 所以这方面设计师怎么办 怎么搞定 对 这个案子还蛮困难的地方 就是要去整合各方面的 这个需求跟喜好 对 因为男主人来讲 他本身喜欢中国的文化 还有东方元素的这些语惠 那女主人是喜欢 比较有奢华度的这种新屋顶 那其中间又融入了 这种风水老师的一些想法 对 那我们设计师就去把 这三方的意见 跟他的一个需求 去把它整合出来 OK 对 那所以我们从公共空间的部分 就以沙发背墙的这道墙来讲的话 中间的部分来讲 我们就是以这种 中国古代的这种革屏的这种概念 去把它展开 然后搭配这种丝绸的壁纸 去完全去客制化的这种 你不管要什么样的花卉 甚至要几只鸟几只古典 什么样的颜色 它都可以完全高度客制化的这种做法 来作为一个沙发主墙的表现 那两侧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去 这个平衡的这种 太太喜欢的这种 时尚新古典的这种风格 去搭配有这种华丽度的这种 奔饰的这种装饰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在沙发主墙的 这个左上角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一首关于牡蕩花的这个石 那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风水老师 他当初指定的一个文藏位的位置 当设计师真的是不简单 不过我刚才有走到这个卧房 我稍微看了一下 我发现这个卧房的 好像床摆的位置 是不是风水上面有一点禁忌呢 对 所以我们在房门的入口 也做了一个歌评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 一开门进去会看到一个石墙 所以我们就是用了这种 袈裟的玻璃 也顺势把男主人喜欢的这种 东方元素的花鸟 把它绘制在上面 那这样一方面来讲的话 可以化解风水上 开门建床的这种余力 那一方面来讲的话 也可以增加私密空间 它的一个隐次性 OK 不过呢 这个舒适的一个卧房 其实它有很多很多细节 要去注意对不对 对 像我们这个屋主来讲 他的小孩还很小 所以我们也为了安全的考量 所以在窗帘的使用上来讲 也捨去的这种拉绳的做法 而改以电动的这种方式来操控 那另外我们也帮他们搭配了 这种全热交换机的这种设置 除了可以提高他们的一个 空气品质以外 也可以避免它这种塵满 还有这种过敏的问题 那另外我们很贴心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是在每个卧房 还有公共空间的廊道上 都有设置的这种 保安灯的这种做法 它除了可以当成小夜灯以外 它也可以方便让你晚上要起来 上洗手间还是喝水的时候 不会有去碰到 这个碰撞到家具 而且也不会因为要 需要灯源去开天花板的灯 影响到另外一半的睡眠 OK 其实我觉得呢 一个优质的舒眠空间 除了有个很舒适的卧房之外 刚才侯设计师也跟我们分享了 一个人性化的床垫 所以在主卧房的空间 夫妻不一定要分房睡 唯有紧密的情感 才是幸福的家的关键 我们下期再见